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 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 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 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 它应该是有预案 我感觉这个虽然是有预谋 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看如果它真的是要搞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 它如果需要牵出那些在不安全的住所里的这些住客或者居民的话 那么它应该有安置 它应该开放体育场馆 这个学校的校舍 机关的这个礼堂啊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 它应该有这些 但是它没有 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 这个是明白的事 所以这么一个行动 你说它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 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 要这个要纾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 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 北京的核心功能有四个 就是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核心功能以外的 其他的都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 就是说有五类人会要离开北京 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 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 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 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 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 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 可以圈在皇城里 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 就像过去的老北京 其实他有三道墙 第一道是他的城墙 当然城还分内外城 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宦居多 这个富户居多 然后还有一个皇城 皇城住的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近城 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人群 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 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 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 其实大概最近这五到十年 中南海附近基本上 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 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 这个官方收购了 这个原来的住民都 大部分都已经签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 而不是一个 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 为了防防止安全隐患 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 但是呢 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 就是他 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 北京政务的官员 找到了一个理由 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谢谢